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呢 在现在的中国 这种白色恐怖之下 这种呢,这个 疫情文化大革命 在这个白卫兵的 这个,管控之下 当然了,我们知道白卫兵 其实也是找牙而已 但是已经形成了这样一支 庞大的队伍,而且训练有素了 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每天都看到很多很多 无辜 大家就说,哎呀,太无辜了 是吧,老年人 孕妇 这个 癌症患者 还有孩子 就是 各种各样 各个阶层,各个地方 不仅仅只是上海 这是上海为人所知 是因为上海人 上海 2500万上海人 那边 有很多人 他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发声 这个 才让上海为人所共知 而其他地方 比如说东北 是吧 比如说这个 西安 是吧 哎,也并不少这样的人间惨剧 只不过呢 他们发不出声音来 或者说他根本不发声 哎,就是我一个朋友 跟我说 他们那儿 这个朋友就是东北的 他们那儿有一个 这个 50多岁的 一个男子 大概50多岁 不到60岁 死了 自杀了 那怎么自杀 为什么自杀呢 这个人呢 他呢 就是 有一种 啊 这个 肠 这个 他的 这个 消化 排泄系统不太好 呃 就是大肠 干燥 啊 所以呢 就是 他必须得要吃一种药 啊 也不清楚是吃什么药啊 然后呢 才能够正常的排便 啊 然后在 这种 啊 以防疫为名的这种大封锁下 嗯 所有的这个药店都关了 啊 医院也不接诊 啊 这就是普遍情况 不只是上海是这样啊 然后他呢 这个药呢 他没有 存下 这个药吃完了 然后他就 没办法大便 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他就 把那个煤气 燃气啊 煤气 然后 自己呢 就是 自杀了 也不是不是 不是那种惨烈的 什么跳楼啊 什么割腕啊 是吧 而是 就是 用煤气中毒啊 自己 把自己毒死了 唉 这是 这种情节 真的是啊 就是 我觉得 超出了 非虚构 文学 和虚构文学 所有的文字 所能表述出来的 嗯 真正让人想不到啊 就是还会有 这样 这样的死法 但是 但是 如果你 你设身 处地的去想 如果是你的话 你不知道 还有别的 什么方法 没有 啊 你也没有 办法解决 你的 排便 排便的问题 活着 多么的 屈辱 多么的痛苦 也许死亡 就是一种解脱 在 在被使 憋死 还是 自寻 短路上 他自寻 短路啊 用煤气 然后把自己 这样 睡 沉沉睡去 对吧 胃肠 不是一种 要想 保全 自己尊严 的方式 哎 还有一个 死的 就很 没有 尊严了 一个 在上海 一个老太太 年龄 好像也是 很大了 就是他 需要有 保姆啊 来每天 给他 做饭 他和 他的 儿子呢 也不在一起 生活 然后上海 这种 封锁 然后 老太太 就 活活 给 饿死了 但是 他有 求生 他有 求生 欲啊 保姆 说 在他 最后一次 去看 他的时候 冒着 这种 风险啊 因为 因为 一直照顾他 都有感情了 就是呢 那时候 已经有几天 没有去了 然后 最后一次啊 冒着这个 冒着这个风险 去看 老太太的时候 一进屋 满屋臭味 老太太 在吃自己的大便 饿疯了 然后 那个保姆自述啊 他就说 当他知道 这老太太 饿死了之后 他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 他知道 肯定会饿死的 因为没有人 没有办法 能够帮到他 这 这就是很 很没有尊严的 一种死法 但是很无奈 可能 这样 八九十岁 高龄的老太太 可能自杀 他的能力都没有 或者说 一心还在想着 能够活下去 最后饿死了 还有病死的 然后还有 我看到 还有一个消息 也是一个老人家 上海的 因为 这个核酸检测 出了阳性 然后 恐惧 他不想 他不想去 被送到 那个方舱 他不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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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辱 他无法承受 这个 跳楼自杀了 真的 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 每天都不知道 发生多少起 要知道 我们能够看到的 只是那冰山一角 只是那冰山一角 那下面 没有浮出水面的 各种各样的 惨绝人寰 各种各样的 悲苦 各种各样的屈辱 各种各样的 令你痛苦 令你 寝室难安 但是我不得不 还要硬起心肠来 跟大家说 每一个受苦的人 每一个 受不了苦 自寻死路的人 每一个受尽了苦 还是 挣扎 辗转 最后 在无奈 在绝望中 默默的 慢慢的 死去的人 无论是活着的 还是死去的 都不是无辜的 这里没有无辜的 每一个人都不无辜 你不要换频道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是一个心狠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所以我必须 我必须要说诚实的话 因为只有诚实的话 才能真正的 使我们所有的 在苦难中的 这些 并不无辜的人 得到救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 生命记 我真的建议大家呢 都读一下 生命记的28章 我这个 今天呢 就是在我的频道里面 有发28章 我把28章读了一遍 没有讲了 因为28章比较长 我先把它读了一遍 然后明天开始我要讲 那现在我先给大家读 28章里边的一些内容 大家听一听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 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 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 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羊羔 都必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受咒诅 耶和华因你行恶 离弃他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扰乱 责罚临到你 直到你被毁灭 速速的灭亡 大家想想 在田间耕地的 被抓走 在上海 西安 北京 武汉 这些城里的 恶绝而死 你的筐子 你的团面盆都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受咒诅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心乐意地 侍奉耶和华 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赤路 缺乏之中 侍奉耶和华 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 他必把铁恶 夹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将你灭绝 耶和华要从远方 帝籍带 一国的民 如鹰飞来攻击你 这民的言语 你不懂得 这民的面貌凶恶 不顾虚年老的 也不恩待年少的 不管你是70岁 80岁 90岁 98岁 郎贤平的母亲死了 是吧 70多岁 70出头 陈顺平 跳楼自杀了 正当壮年的 钱文雄 自杀在办公室了 还有很多孩子 我们也都看到过 他面貌凶恶 不顾虚年老的 也不恩待年少的 这些事情真的就 此时此刻就在发生啊 在那些国中 你必不得安逸 也不得落脚之地 耶和华确实你在那 心中跳动 眼目失明 你昼夜恐惧 自料性命难保 你心里所恐惧的 眼中所见的 早晨必说 巴不得到晚上才好 晚上必说 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想想我们现在 凡是被 被封锁起来的 是不是都有这样 一天一天日子难熬啊 怎么熬过去啊 这都是咒诅 这都是罪有应得 那有人说了 那有人说了 施老师 可是这耶和华不是太可怕了吗 我们怎么得罪他了 我们怎么就要受这样的咒诅啊 耶和华的 接受进化论 接受唯物主义的教育 否认有上帝的存在 所以你就 你不会敬畏神 你不会爱神 是吧 然后你会 看 你会相信什么 周公姐吗 是吧 你会相信什么星座 啊 你会相信什么 这个 随便的一个什么 什么土偶木梗 甚至你会崇拜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 你唯独不相信神 你拜偶像 是不是 你说哪些人不是 不相信神的都犯了这一条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什么 要爱人如己彼此相爱 你想一想 有多少人做到爱人如己彼此相爱了 你就看我们无论是微博上也好 是吧 还是这个朋友圈里也好 还是推特上也好 你看看大家 中文的世界 都是彼此相攻 他骂他是傻逼 是吧 他说他是脑残 是吧 他说他是蛆 他说他是知 他说他是小粉红 他说他是反贼 只要观点不同 都能够一下子骂到祖宗三代 而且 不觉得自己说话过分 不觉得自己是在骂人 不觉得自己是在咒诅人 反而觉得自己 又聪明 又才智 又骄傲 又邪恶 所以 大家想一想 神的诫命 很多条 具体的典章 律例 好几百条 我们要看这个 立位记和这个民数记 生命记里边 那么十诫也是十条 但是实际上 总的来说 就是这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对神的态度 与神的关系 再有一个是对人的态度 与人的关系 就我刚总结的这两条 请问您做到了吗 如果您没有做到 您所受的一切的苦难 都是罪有应得 就有自取 那怎么办呢 你好好的去读圣经吧 真的 不用 你说圣经那么66卷 是吧 我读不完 是吧 我从哪开始读啊 你不要翻开圣经 就读新约 说四福音书 是吧 这个你不要这么读 你从头开始读 创出立民生 创出立民生 就是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民数纪 生命纪 这叫摩西五经 前五卷经书 是整部圣经的基础 你说我读过了 所以我才说上帝太可怕了 因为你没有读懂 所以你才认为上帝可怕 如果你读懂了 你就会知道 上帝呀 他一点都不可怕 上帝实在是太仁慈了 太仁慈了 上帝如此的苦口婆心 如此的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一遍又一遍 一回又一回的原谅犯罪的人 原谅背弃他的人 原谅顽梗 背腻的人 真的啊 就是你去读读出埃及记 你去读读创世纪啊 读读立位纪啊 读读民数纪 生命纪啊 你就知道了啊 你会感受到上帝太仁慈了 本来应该都是 给他硫磺火壶啊 都把他索多玛额魔拉那样啊 然后全部 全部都把他毁灭掉 你要是读的时候 认真读懂了 读进去了 你肯定都恨不得 恨不得去 带上帝行这个审判 但是你会发现上帝一次一次的耐心的管教 一次一次耐心的这个训诫 一次一次的建立他和他的子民的约 然后一次一次的履行他的约 而人类呢 却一次一次的被约 从亚当夏娃开始 亚当夏娃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亚当夏娃背弃了与上帝的约 是吧 然后上帝还给他们亲手做了第一套皮衣 还把地上的一切的果实 然后以及土里的出产 赐给他们为食物 还看顾他们的儿女 真的 真的 同胞们呢 你们好好的去读一下圣经 如果呢 你说自己读不懂 跟我来 好吗 我的频道里有 打开播放列表 看啊 就有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民术纪 生命纪 你从头 不要不要不要跳着 从头去读 如果你把这五部经书都读完了 然后你仍然还恨恶上帝 是吧 那我绝不会再劝你 真的 因为那要么 那只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绝对是一个顽梗不化的 就是那你非要自寻死路 是吧 不想要永生 然后甚至要投奔到这个魔鬼撒旦那里去 光照进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我只好 跺跺我脚上的尘土 是吧 我不会把这个 这个珍珠喂狗 哈哈 真的啊 啊 就像彼得后书里所说的啊 就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看我的节目的啊 木道友 或者是敌基督的 哈哈 不认识神的朋友们啊 你们应该呢 就是要感念这些 就是上帝 他不希望有一个人成 上帝真的他不愿意杀人 不愿意看到人死 他就是把认为人死 死人杀人啊 这是最恐怖的 他最不愿意见到的 因为人是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造男造女 啊 他最爱人了 他不愿意杀人 所以他在律法里边 对于那种杀人啊 也是历罪历的特别的啊 就是特别重的 这是这特别犯的特别重的罪 上帝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啊 上帝的管教啊 你看啊 就是你在罪孽深重 你这个民族也好 你这个人也好 上帝都是会一次一次的来管教你 给你什么管教 你跌倒 是吧 失败 受辱 疼痛 痛苦 这些都是管教 如果你在这种环境里边 到了人的尽头了 你还没有去叩门 你还不去寻找 你还不去转脸 面向神 还不愿意悔改认罪 那真的就是最终就是终至于毁灭 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上帝的女儿啊 这个我就就是啊 理解上帝的心意啊 我愿意做啊 神的管道 神的器皿 我愿意把我的后半生都奉献给这个为主做工这项事业 就是传福音 做一切事情都传福音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神不愿意一人沉沦 神希望人人都能认罪悔改 所以我作为一个啊 从沉沦中苏醒了的罪人 啊 在不断的认罪悔改中 自我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罪人 我希望把这个福音 我所知道的 让我无论经受什么都能够充满喜乐的 这个福音传给大家 祝福大家 哈利六亚